主料,新鲜玉米一根,鸡蛋两个,白米饭三百克,辅量,植物油六茶勺,盐三克,鸡蛋粉三茶勺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主料,嫩玉米,鸡蛋,剩米饭辅料,植物油,盐,私人粉,把嫩玉米洗净掰成玉米粒,用开水煮五分钟左右,捞起粒干水粉,鸡蛋打散搅拌均匀, 把鸡蛋液加进米饭里拌均匀,乘一粒粒的米粒,加玉米粒,加盐,加孜然粉,植物油拌均匀,把模具洗净里面刷上植物油,垫饼中刷上一层植物油,按下煎蛋功能键加热,用勺子舀一勺玉米鸡蛋米饭也放进模具里,煎到玉米鸡蛋液定型,把模具去掉,外面继续煎到两面金黄色即可,撒上香葱末即可,烹饪技巧, 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焦嫩程度,按下煎蛋饼功能键,鸡蛋可以多加,米饭少加,喜欢吃辣烧烤辣味的,可以加辣椒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